大家好,我是杨丽 最近常有人问我 说杨丽,你老这么吐槽男人 那你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的操作标准和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多好 宠我,把我宠上天 最好把我宠坏 这样以后我站在台上说了什么话 得罪了什么人 就能有一个男的站出来说 怎么了,我宠的 但我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肉麻的男生 虽然还挺感人的 我呢,看我相聚的时候 就很喜欢那种桥段 就是男主为了女主 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这也太宠了 为什么我就没有遇过这样的男人 我只遇过一个半夜12点 在我家楼下唱歌表白的 整个小区都被他吵醒了 真的挺让人感动 他为了表白 不惜与整个小区为敌 后来呢,我就投诉他了 因为谁让他表白的不是我 女生真的很喜欢 被宠的感觉 宠是什么 不是你简单地对他好就行了 你还必须得是那种不合理的好 就是越不合理就说明越宠 比如说你开车30公里 去给他买一份三块钱的早餐 又比如送他一些性价比极低的东西 例如500块一根的大牌口货 就很开心 给女生送礼 一定要秉承着一个原则 就是钱要花在刀背上 或者花在刀把上也行 总之就是不能花在刀刃上 不要心疼钱 你就当你的钱是捐了做善事了 因为你得到的结果反正都是一样的 就是对方收到礼物以后 都会真诚地跟你说一句 谢谢,你是个好人 好人是一定会有好报道 大牌一般都很贵,对吧 但是今年双十一 很多大牌都在天猫品牌会员俱乐部 为自己的会员送出了极致的福利 折上再想五折赠礼 买一千再送一千 有的品牌甚至是你买多少送多少 你看,所以宠女朋友还是很有好处的 对吧,你宠女朋友 天猫就宠你 好了,说了那么多 我希望男的都能懂 就是宠女朋友没有那么难 你不用把她真的宠上天 你就把她宠上天猫就够了 谢谢大家,我是杨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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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